你怎么又在研究文字了 能不能把新式画在学习上呀 看你写的 早对草说 兄弟 你啥时候被虑了呀 凹对突说 咱俩可真是天生一对呀 爹对爸说 钱多才是爹 钱少就活得可怜巴巴了 大对犬说 我本来可以大摇大摆的 因为贪吃了一点 就只能做哈巴狗了 口对吕说 两口子为何要一上一下呢 干对四说 没几天功夫 你咋还学会倒立了 剑对牛说 没人在的时候 满脑子都是牛阿姨 冰队秋说 看你还敢不敢出去鬼混 腿都被打断了吗 我来的时候 爸爸在我出生证明上签字 爸爸走的时候 我在他死亡证明上签字 人家题目让你写 父亲与孩子的关系 你就这样写的 咱俩就是关系吗 没错呀 多年以前 爸爸从医院把我抱回家 多年以后 我从火葬场把爸爸抱回家 我还得谢谢你 不客气 应该的 你别提了 爸爸给我买了一个大房子 我还给他一个小盒子 你出生 我给你上了覆口 一把屎一把尿浮让你长大 真怕你吃不饱 穿不穿 我这么辛苦地培养你 我为的是什么 为了让我给你下覆口呗 你这一千天都在研究什么呀 日队约说 你这个吃货该减肥了 四队匹说 你咋不关门呀 小心把儿子给弄丢了 王对权说 别以为你输个中婚 我就不认识你了 二对锦说 你还说我二 你横竖都是二 免对兔说 我给你一点 你就能蹦的了 穿对三说 找你半天了 你居然躺着睡大觉 人对虫说 说好一起单身的 你却偷偷结了婚 半对半说 你缺个人 就只能做单身狗 你听啥玩意呀 我说你作业不好好写 又在研究什么呀 床前明月光 我爸真遭殃 上班很辛苦 还怕母老虎 老虎吃得多 身材已发福 没事骂孩子 有事打丈夫 疑似地上霜 我爸很灵光 挨打往外跑 路边野花香 你又想说什么呀 什么野花香啊 举头望明月 还敢想小月 干啥啥不行 扛咒第一名 低头思故香 我爸真受伤 心中想着他 奈何没办法 哎呀 你都快赶上座家了 啥玩意呀 我的爸爸是一只癞蛤蟆 不是你怎么能这样形容爸爸呢 你哪怕把我写成一只青蛙也好啊 为什么要写成癞蛤蟆 癞蛤蟆比青蛙好 你什么意思啊 你把话说清楚了 有人 因为青蛙坐井观天 思想风景 属于负能量 而奈何蛤蟆呢 虽然想吃贴肉肉 但思想前味 属于正能量 那你也可以把我写成 童话故事里的青蛙王子呀 青蛙王子 就是在童话故事里才有他 现实中呢 青蛙只不过是饭桌上的一道菜 而奈何蛤蟆去上了供台 敢立为金蝉 但是我虽然长得不好看 可我也没有赖蛤蟆那么丑吧 长得丑并不可怕 我还解释 一定想得美 爸爸是个老司机 他开车时眼观六路 嘴骂八方 有人 不是我的骂谁的呀 往下独物 他骂插队的车没数字 骂不让他插队的车没眼力近 他骂前面的车像个娘们一样 骂后面的车有本事你飞过去呀 他骂超他车的车赶着去投胎 骂开车慢了 跑得跟蜗牛似的 骂骂骂电动车呢 开得像飞机 骂行人过马路不长眼 有时候他还骂红绿灯 因为他是射盲 还不戴眼镜 不是你说谁是射盲呀 再说了 我骂我也是关着窗户骂的呀 那倒没错 拍剧穿呀 你也不敢骂呀 哎呦你妈 这年轻人啊 大哥 大哥 鸭子 那是Duck 哎呦你妈 下一个 二哥 二哥是吧 鸡蛋 那是A哥 下一个 三哥 三哥又是三个 唱歌 那是Sed 没量的状态了 没量的状态了 胆不能死 胆不能死 救护车 那是Ambulance 我也是扶了你的 去叫我妈来 来看一下你写的记忆词 嗯 肃静的记忆词 虚 虚什么 肃静的记忆词是安静 你们老师不是经常讲肃静 肃静吗 杀娇的记忆词 嗯 哎呦 我第一次像这样写 杀娇的记忆词是韧性发嗲 嗯 舒服的记忆词 爽歪歪 你是小时候牛奶喝多了吧 舒服的记忆词可以写安逸舒畅 知道没有 亲人的记忆词 宝贝 你告诉我为什么叫宝贝啊 哈 哈哈 因为你经常叫妈妈宝贝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这都写了啥玩意呀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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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哈 最近听说牛阿姨的痣瘢又犯了 真是有志不在年糕 不是人家牛阿姨 自说饭没饭 跟你有什么关系 邻居们都拿着鸡蛋 去看望牛阿姨 爸爸也拿着蛋 去烂鱼充树了 我怎么就烂鱼充树了 因为爸爸他 只拿了几颗鸢蛋 我就那么小气了吗 邻居们都祝福牛阿姨 早日看护 身体健康 神采飞扬 个个都谈吐风趣 口齿凌厉 妙语连珠 爸爸也不甘示弱 轮到他出场时 牛阿姨便一把 抓住爸爸的手 爸爸见有那么多人 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 便脱口而出说 祝你百年好和 早生贵旨 天哪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你 哎呀 我还以为要被摆补价 你不是 杀了吗